准备 烈池哥 你要去哪儿 依依 你回去陪于夕吧 我想静静 静静 静静是谁 阿良 师尊和不动尊者都说了 刻盘事关天下苍生 你怎么能就这么给了他 我不认识什么天下苍生 我就只认识你们 你于西 还有陆昭一 阿良 你是十轮遗鬼选中的人 你有我们都没有的力量 你必须以大局为重 什么力量 我召出英灵 让他们为我而战 但十轮灵力甚至不够他们支撑到战后 与我多说一句话 我有什么力量 于西 我连你们我都保护不了 我不需要你保护 阿良 我 我不是你想的那般 阿良 那个寓言 别管什么寓言 于西 就你和音音 是我于池良的选择 但你不能置苍生不顾 刻盘都被那黑衣之人拿走了 若他寻得最后剩下的那一片 降下楼兰换成 叫幽吟重现人间 那我 于西 我没说不管刻盘 而且不是还有最后一块吗 阿良 我是十轮功的修正者 求求你别让我 于西 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些糟心事或许我脱不得身 但这不是你的宿命啊 于西 你有的选 懂吗 别跟了小布点 我就是出来吹吹风 回去看看你于姐姐去 她伤害也没好 这会儿估计还一个人生闷气呢 一一去有什么用 而且是于姐姐让我来跟着你的 你去当然有用了 她嘴上虽然不说 但却一直把你当妹妹看的 你去逗逗她 别叫她一个人气坏了 呗 于迟哥 你这一路朝这儿走 旁边就是墨高窟 你说想来干嘛 求神拜佛 叫于姐姐别生气 人小鬼大 快回去 照看你于姐姐去 哼 说的就和一一 非得跟着你似的 走就走 同样都是佛窟附近 但这回就没出现那古怪的声音 没人在我耳边说那些奇怪的话了 看样子 那古怪的声音果然和克盘有关系 但殷少侠碰克盘却也没听见 这么说来 克盘和我之间有联系 这估计才是于希和尊者 安排我来找克盘的原因 于希 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了 这曲子的竟然是他 这曲子 为什么他竟会吹这曲子 欲呼以风呼舞鱼 永而归 这曲儿是这么个意思 那红衣姑娘想必也有这么个念想 你们怎么还能吵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们几个争执 碰巧在落脚的客栈听见你们说话 那个小侠客见你离开本想跟上来 但又担心的红衣姑娘 就让我跟来瞧瞧你 不成想听见你吹这齿八曲 便想起了这词来 我不是问这个 是想问你怎么知道这曲子里头的意思的 小时候听人说的 听见曲子不知怎么突然想起来了 听人说听谁说的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你这曲子从哪儿听来的 梦里梦见的 你怎么也心事重重的 总也只见你一个人 我本以为我不用一个人 但没想到 那个人像是不打算陪着我了呢 那个人 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 我与他在一起很久了 他陪着我 教导我 我总以为一切都会继续那样下去 但似乎 这次离家 他变了 不过 无所谓吧 我父亲 就该出现了 哪儿来的笑声 谁在笑 谁 出来 别在那儿装神弄鬼 别追了 你不是那头人的对手 先解决这儿的麻烦吧 李游姑娘 到我身后来 我保护你 我可用不着你保护 李游姑娘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用不着 并肩作战吧 你不是在过去 你是吧 我算在我身上便掌 太快了 我你是个人 我跟你起来 小朋友 怎么 不要让他知道我们认识 没想到啊 你这张面具下的脸 竟化作了那个人的样子 是优先生让你来的 你猜 你可没将星鬼刻盘碎片交回去 你觉得他会不会让我来找你 懒得猜 是不是都没意义 动手吧 哎哟 我可没想着和你动手 只想问一句 黎幽 你这名字可不吉利啊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与你无关 直解千山换行客 不知身世未归魂 你离开幽界的时候 可有想过会有被追杀的一天 闭嘴 往后别再多管些事 客盘于你 想来也没多少用处 保住你自己的小命 我还想知道时间 还有那曲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遇迟哥 遇迟哥 既然你朋友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改日再见吧 遇迟哥 黎幽姑娘呢 刚才的妖魔 什么姑娘啊 玉执哥 玉姐姐不见了 什么 你别着急 慢点说 什么叫鱼心不见了 那会儿你不是和 玉姐姐吵架吗 依依就 就出去逛了逛 再回客栈 就只看见了这封信 阿良 依依 我走了 你们不必来寻我 客盘之事 累积天下苍生 于西成十轮宫恩德 为十轮弟子 不应却师尊之命 孤字而去 然 此番离山所见诸事 非但与你是莫大震撼 与我同样如是 新年入宫时 师尊会我 累积天下的新轨客盘 就藏于十轮仪轨内 我的使命便是守护他 那日起 我时常会到那巨大的遗轨下 看着他 看着我的宋命 后来 师尊带你来到了山中 我的使命从守护那块刻盘 便成了站在你的身边 在视线之中 在模糊的笔端 你终将成为遗轨的载体 延续他的使命 其实 我从未相信过那些虚无缥缈的说辞 我总觉得师尊可以护得刻盘安全 可以护得天下平安 我只要遥遥地看着你 听着你吹那支半截的曲子就好 可一夜间 师尊归天 十轮烟灭 一切消失殆尽 我的使命 在我未曾准备好的那刻骤然到来 或者说 其实我从未准备好 我未如师尊期许般 果断抉择 也未如本心期许般 放弃一切 我只是犹豫着 直到你的结问 终于撕破了我虚伪的挣扎 从一开始我就不知 我 究竟是谁 那些走入十轮宫大殿前的前尘 自以为忘却的过往 其实都没有消散 他们仍束缚于兮的魂灵 让他在今日与过往之间游离 我 需要去了结那一切 或许尘埃落定那刻 我就能知道 我究竟是谁 我究竟该做什么 阿良 不要来寻我 我想你已明白 我质疑你 究竟是什么人 而你想要的自由 不需要我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无关于其他 你唤醒了我 却并非是我选择的根源 去走自己的路吧 或许当我明误的那日 我自己也会回到你们的身边 于兮 勿念 于兮 怎么办呀 于兮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你别嚷嚷 让我 让我想想 于兮一个人要去哪儿找客盘呢 该是有人告诉了他地方 行李都在我这儿 他若是要一个人走 那怕是 最近的城镇是哪儿 咩 一一看看 是什么 是 阳关城 阳关城啊 我们这儿就走 往阳关城方向去 将军 你是接了主上的命令 来这儿伏击圣女的 不是我 是赤裂 他看见我了 说要杀玉驰梁 这 这我能不动吗 就 记守 主上已知晓你投靠了圣女 他想必是知晓的客盘 会顺着地脉散落的事情 他也知道天玄门的人在寻地脉 以他当会自行与那阴无邪接触 眼下他应当是顾不得你 要么我们还是 嗯 将军究竟想要说什么 九阴听不明白 九阴 我们 主上不会放过你的 他从来 从来就没把你当回事 这与将军无关 九阴尚需汇报圣女 将军 九阴谢过你的好意 也谢过你从未将圣女与我之行事告知主上 不管将军这般究竟为何 九阴都谢过你 将军 来日再见吧 九阴 九阴 我们很久以前就见过 那时候 其实 你并非被创出的人偶啊 你就一丁点 一丁点都不记得了吗 嗯 视频果然有提升自身属性的妙用啊 想来这不同的视频将有不同的提升效果 得仔细留意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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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